他本身是58年次的 58年次的話 本身是有望顏之交 老人之愛 所以康福老闆應該是 大他很多歲 那麼這個有符合命理的一個基礎 其次就是他本身嘴唇比較薄 是一個愛恨分明的 敢愛敢恨的人 雖然感情上比較跌跌撞撞 他應該不會再留戀過去的感情 其次他本身是聞取心話計 聞取代表奇人之禍 如果老闆沒有離婚的話 他還是借於奇人之禍 老闆離了婚之後 他才能夠修成正果 這是符合命理的推論 不過我覺得啦 因為有時候這個 最可憐的或者說最難為情的是 你是在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變成第三者 因為現在很多人 變自行的第三者 其實我講一個很可愛的例子 當初我跟志翰要結婚的那個時候 像志翰我都認為就是說 他應該就我一個女朋友吧 我一直認為我是唯一 很多人都把認為自己是唯一 怕你才發現是唯二 唯三 唯四 吃一碗唯利 炸醬麵吧 最後你知道嗎 在我要 因為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人的時間 他都會是跟你在一起 你不會從他的生活上 有發現說 好像有另外一點點的 蛛絲馬跡有別人 或者是說 他有多餘的時間 去別人那個地方 可是後來當我 已經結婚了 公開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部落格狂 帶了一堆留言 就說什麼有第三 我是第三者 然後還有講說 他是哪裡哪裡哪裡 女朋友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一大堆耶 然後我才後來才發現 後來有一天上節目 別人問我 我就說 坦白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第幾者 但是至少我知道 我現在是劉太太 對啊 所以連你都不清楚對不對 不清楚 因為男人他 我覺得他要 刻意去隱藏這些事情 所以我好佩服 那些情緒那麼豐富的人 還敢開一個block 對不對 我想問一下 安潔莉娜 求利 這是最有名的 好萊塢的 公認的狐狸精 對 這個故事真太精彩了 他不是形象很好嗎 因為從小 我覺得跟家庭有關 從小因為父母親 父親離義 拋棄他什麼的 不知道 反正他當年 就是拍這個 史密斯任務跟小布 布萊塗匹特假戲真作 布萊塗匹特當時是有老婆 珍妮佛安妮斯頓的 最精彩的那一年 我剛好在砍城 已經在這邊打得火熱 可是戲拍完了 老公回到了老婆身邊 老公要去特洛伊 砍城走紅地毯 實質緊扣老婆 珍妮佛安妮斯頓 這個實質緊扣 就是老婆也宣誓主權 因為當時 已經傳了沸沸沿揚 說老公跟他拍戲 產生緋聞了 結果實質緊扣 偏偏球莉也去砍城 要幫另外一個鯊魚 黑幫配音也在砍城 每天看新聞 看到他們兩個前來一起 那個時候第三者 他雖然第三者 可是我非常的氣 因為他覺得 小布都已經是他的人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嗎 他們最經典的有幾個事情 一個是 球莉每天晚上不能睡覺 一定要他的好朋友 卡麥隆迪亞跟他開導 才能睡覺 第二個有一天 有個艾滋病晚會 球莉主持的 他事前聽說小布去 可是布嫂不會去 他好高興 他覺得終於有一個時間 他們倆可以單獨在一起了 他就即早的去那個會場 一進會場前半小時 人家說布嫂今天也要來 他完全不想走進 他就不主持了 他就完全不進去那個飯店 後來搞了好久好久 後來布嫂好像又不來了 他才去主持 但是最有名的 好萊塢狐利金球莉 真的 真的 好精采 那年砍城 大家都 中外媒體都不要跑 砍城新聞 每天就追著他們 三個人在那邊跑 也很精采 很精采 可是後來讓小布跟他生孩子 這也算是很厲害 很厲害 生了三個 而且也是因為他帶著小布這樣子 全世界做慈善對不對 也讓兩個夫妻真的是 形象變得很好 但是新聞還是有 夫妻兩個不知道八卦 真的假的 因為草莉很兇 聽說現在也不行了 也不行 因為聽說小布跟他的寶姆 管家 對 就是搞曖昧 然後球莉就得了憂鬱症 這個本身這位帥哥 布萊塢比特 老外你也能看 他們有生的年 他們也有天干 也有四花 老外也能看 這次可能活不久了 真是厲害 基本上也有臉對不對 OK 基本上他這個尾數是奎年 這個我們說這個布萊塢比特 奎年生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感情很放蕩 很放浪 是屬於多情的一個男孩子 但他是奎年生的 3 2 4 2 5 2 6 2 7 2的男人 有個太陰心化科 太陰代表甜美的家 愛他的媽媽 作為一個精神的支柱 重點來了 這個女的先天本命 就沒有一個很好完整的家 或居無定所 東住西土 他跟他父親好像不太合 對 一個沒有完整的家的女人 又遇到一個喜歡 有完整家的男人 太陰心照耀他的話科跟話技 所以在這個男人的眼裡 這個女的好可憐 我要愛他一輩子 我要疼惜他 記得有的女人在情場 婚姻被打敗了 不是那個外面的人贏了你 是你的老公跟那個人 正好滿合的 可是他合的原因有一個重點 是其實球力的後唇 安妮絲對是很薄很薄的嘴唇 有人講說 他在性方面對小布 小布對他非常的迷戀 有這種說法 這跟嘴唇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性感 他講很含蓄 性感 可是這個有說過 他第一任老公 比利巴伯松頓的時候 他說為了夫妻 他為了性 你嚇過污毒 他做過污毒 就是有傳說他做過污毒 球力喔 球力他第一任老公 就對男人做污術 對 球力很厲害的 對 真的喔 玩小刀啊 身上刺死啊 我已經訪問他好多次喔 對啊 以前說他跟他第一任老公 要死在同一天 快就離婚了 OK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林毅蓮好不好 我們剛好有一個板子 可以看一下 林毅蓮 林毅蓮 唉 唉 唉 為什麼開氣啊 真的也都分了嘛 我記得那個時候 朱衛英其實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 非常痛苦 可是我今年不曉得哪一個月份 我聽到朱衛英的廣播電台 竟然訪問李宗盛 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他們最近還是朋友 對 還是朋友 大家也都走過來 也都有所成長了 對不對 不過他在那段心路歷程中 非常的受苦 倒是真的 那林毅蓮跟李宗盛 結婚六年就分手 有沒有安慰到朱衛英 但是對林毅蓮來說 就像你剛剛講 我覺得也是情路坎坷 我覺得有的時候第三者 恐怕就像當時他們 真的就是才子佳人 他的聲音這麼棒 對 李宗盛那個時候 剛好也是失業的天風 沒錯 而且恐怕他到最後 林毅蓮會覺得說 原來其實我也沒有辦法 抓住這個男人 因為其實之前朱衛英就說過 因為李宗盛是一個 你根本拴不住她的人 對 她喜歡自由 那林毅蓮是在這段婚姻之後 結束之後 她傷心了滿長一段時間 她後來不是又跟陳輝鴻 就是她之前戀愛的對象 又在一起 但是也是破局了 因為那個男人 又娶了別的女生 所以她基本上 我覺得真是情路很不順 往事不必再提 就是這個歌 人生幾多風雨 對 很棒的一首歌 我覺得這是一種叹息 往事 這段往事就不必再提了 下一段 這個就是引狐 葉倩文 葉倩文 葉倩文是第三者 也是第三者 這個是引狐 老婆引狐入世 引狐 老婆引狐入世 人家引狼要引狐 這個老婆 林子祥老婆唱片公司高層 當年第一把林子祥先捧紅 後來她發覺葉倩文歌唱得非常好 早葉倩文跟老公合唱一個歌叫重逢 重逢以後 林子祥覺得 其實這兩個人的歌在香港 當時是沒有話講的 女的男的都是一流的 後來林子祥就幫葉倩文做 臨時時分一個歌 把葉倩文捧紅了 然後兩個人再唱一首 非常選擇 那簡直是快智人口 一唱完之後 葉倩文就顧不得就說 這個男人我愛 林子祥就做選擇了 就選擇 選擇了葉倩文 其實我覺得像這樣的太太 其實我覺得她會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像當時的我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覺得自己是引狐入世 坦白說站在一個女人的立場 你能不願嗎 當時的我們 嫁入這個人的家具 是你覺得你自己沒有退路嗎 你等於就是 全心全意嫁到 嫁給了這一個福家去了 你想過應該就是這麼樣的 就是攜手歸身 你怎麼會想說你們會離婚 其實那個時候的 我八個月的時間 是完全就是憂鬱症 人有時候要追尋過很多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之後才會 最後認為說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對 它就是這樣發生 果跟陰 對不對 不過講到林子祥 我倒想到以前一個老朋友 叫施明德 他最高興就是去 他剛出獄回來的時候 不是留個鬍子嗎 對 然後去醫院的時候他好高興 因為護士都在找他簽名 他想說是主席 終於做黑勞25年 對台灣人對不對 沒有忘記他 結果人家就跑來說 林子祥幫我們簽名 太尖典了 來亂 好悶喔 對啊 那怎麼辦 我覺得林子祥 隨思明德後來人家來說 請簽名 他就說你要簽思明德還是林子祥 我覺得林子祥 祥哥很情何以堪 當年他追葉倩文的時候 就是還有婚姻的時候 葉倩文因為跟一個dancer傳出緋聞 他還爆發打dancer 所以現在葉倩文要跟他離開了 前一段時間 就是幾年前演唱會 他在後台痛哭耶 那個真是老人家這樣子 被感情搞得到 不過站在大老婆 我們好像還蠻高興他痛哭 有六十了 有六十了 不過站在大老婆的立場 覺得他蠻活該的 當然 對不對 對不起喔 真的喔 他當初怎麼樣拋棄他的糟糠 因為我選擇了你 你選擇了他 OK 這都是你的選擇 選擇 好嗎 好